作为一名老司机 不知道有多少车迷朋友和我一样 每当看到路上有其他车辆伪装行驶 都会情不自禁地瞥他一眼 然后嘴里冒出两个字 看到这里 估计很多朋友会嫌弃我的素质太低 怎么能骂人呢 其实对于伪装下屎来说 骂他都是轻的 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看到这种害人又害己的事情发生 社会正义感 那就一个瞬间爆棚 不骂两句 真的很难平复激动的心情 那么对于闯红灯而言 不知各位又怎么看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在这几种情况下闯红灯 其实是不算伪装的 在大城市中 尤其是交通堵塞严重的时候 骁警往往会在主要路口上 对车辆进行疏导 而在这种情况下 骁警让你停你就必须停 而骁警让你走 就算是红灯你也必须走 那么换句话说 骁警都允许你闯红灯了 怎么老百姓能不闯得理直气壮吗 而这种情况下 也绝对不会说你伪装 在如今很多城市的路口 电子眼往往会在车辆前轮压线时 开始判定是否存在闯红灯的伪装行为 相信很多车主 也都在这一点上受过教训 但是如果当你跟在大型车后面 无法看清前方信号灯 且保持了合理车距的情况下 就算是前轮压了先 只要你及时杀住了 也不会算作是闯红灯 当然了 尽管杀住了 但是要是刹车位置冲过了头 那么该怎么处理 还是得怎么处理 在路上开车 我们难免会遇到救护车 消防车等特殊车辆 而主动理让这些车辆先行 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驾驶员 应该有的态度 那么当你在等红灯时 后方出现特殊车辆 你为了礼让这些车辆而闯了红灯 在这种情况下 当收到伪装信息后 你完全可前往车管所解释清楚 或者申请行政服役 这个伪装记录就会消除 同时也会反分给你